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了交付数据 也认为市场预期 而香港的一个龙头的新能源车股 公布的数据其实也很厉害 如果你真的要计算内地的新能源车 要买的话 其实你一定会买到给亚迪 另外他真的把Focus全部放在新能源车 然后他就不搞了 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而且也不会影响到他那个业绩 因为本身其实也不是很可以的 还有你再相对对他那个新能源车来说 其实那个战比也不是这么大憧憬 那个市场永远都是看着他 因为新能源车有交付的 他也是一直交到的交付量在这里 所以如果真是外卫 其实因为你也要看一看美股那边 特别是特斯拉能不能够继续有点力水地上去 因为其实你很多时候都是跟着他上去 就算你再认回去 再之前无论比亚迪或者其他气质生势力 全部都是跟着特斯拉尾 如果特斯拉可以维持住比较强一点 这一年的话比较有一个potential 能够弹上去 特别是今天过去之前的 就是早几个假日的密集区 其实你去回到230 冲回初约来 这几个高位去追 就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美股就冲不上去了 是比较多的 如果大家想去抠下的话 我觉得如果进取的话 其实也可以去抠的 但是你一队回到这个位置 我觉得其实你慢着下 队回到230 都应该先走一走 就算无论你中场线 觉得比较好的比较迪都好 我觉得中场线也OK的 因为其实这支这样抽上去 这样队回到你 通常我都介绍比较重一点 如果他这样队回到你 不沽了出来 都应该先退回一点 有一个明点的抽上去的momentum 上网可以看到多少呢 我觉得上网看着去到 260 270 这些水平 如果他倒一倒的话 才有机会再忙好一点 去到280 这些什么位置 所以 一 其实你再总结一下 你始终交付数据 比较迪其实也继续交付功课 第二点就是 其实你都要看着外围 对特斯拉能不能够做 做一步向好 如果特斯拉会回回来的话 你如果现在还没买到 你记得到 其实他开放回来 没什么料到 等下才可以 看看他这支 比较迪有没有机会 回一回 然后才可以 向下看着 220千元 但是如果你真的向下 塞埋220千元的话 我觉得还没买 当然就不要留意 如果在这些位置 卖了 都应该要退回来 始终是 冲警 我觉得 欧巴欧 不是不可以冲警的 你看那个 尤其都是咬多一点 所以是225千元 但是冲警得来 都要保持住一个审慎 现在这样的情况 特别是现在的市况 是